和大家讀一篇翻譯文章 這個翻譯不是我翻譯 是用Google翻譯 發表在1950年3月份 已經是70多年前 作者是我的偶像Albert Einstein 題目是 武器不能夠帶來國家安全 這個發表在《珍珠和刺激》 《 Perl and Irritations》的雜誌上 我和大家看看這篇 這篇文章剛才說了 在1950年3月份 當時杜魯門總統 即是美國 宣佈美國將會研製慶彈 愛因斯坦發表了一篇文章 通過國家軍備去實現安全的想法 在目前的軍事技術狀態下 是一個災難性的幻想 就美國而言 這種幻想 尤其在這個國家 首先成功製造了原子彈 這個事實而得到支掌 最終可能取得決定性的軍事優勢的信念 似乎佔了上風 這樣任何潛在的對手都會被嚇倒 我們所有人都以切希望的安全 就會帶給我們和全人類 簡而言之 我們過去五年中一直遵守的戒言 就是不惜一切代價 通過強大軍事力量確保安全 這種機制 靠軍事技術 這個心態 產生了不可避免的一個後果 外交政策中 每一個行動都會完受了這個觀點的支配 在戰爭之中 我們必須如何行動 才能取得對手最大的優勢 在全球所有可能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地點 建立軍事基地 潛著的盟友的武器 和經濟強化 在國內巨大的財政權力集中在軍方手中 年輕人軍事化 日趨受到關注的警察對公民 尤其在公務員的忠誠度 進行嚴密的監督 恐壓有獨立政治思想的人 通過廣播、新聞、學校 向公眾灌輸思想 軍事保密壓力之下 公開言論範圍日益受限 美國和蘇聯之間的軍備競賽 原本應該是一種預防措施 彈是一種歇斯底里的性質 雙方都狂熱地完成大規模殺傷力的手段 在各自的保密場之後 輕彈作為一個可實現的目標出現 在公眾事業之中 他的加速發展 已經由總統鄭重宣布 如果成功 大器之中所放射的毒害 以及地球上任何生命的滅絕 都將會在技術上成為可能的範圍之內 這種發展的幽靈般的特徵 在於他明顯的強制趨勢 每一步都是前一步不可避免的結果 到頭來 越來越明顯地 他們是召喚全面的毀滅 有什麼辦法可以擺脫這種人為的惡局呢 我們所有的人 尤其是那些對美蘇態度負有責任的人 都應該認識到 我們說他戰勝了外部的敵人 但是沒有辦法擺脫戰爭所造成的心態 只要每一個行動都考慮對未來可能發生的衝突 那就不會實現和平 因此所有政治行動的主導觀點 應該就是 我們可以做什麼來實現各國的和平共處 甚至忠誠合作 第一個問題就是要消除互相恐懼和不信任 莊嚴地放棄暴力 尤其是大規模殺傷性手段 無疑是必要的 然而這個放棄 只是一個同時建立在一個超級國家司法和行政機構 有權決定與國家安全直接相關問題時才能有效 即使各國宣布忠誠合作 以實現這個受限制的世界政府 亦會大大減少迫在微節的戰爭危險 歸根結體 人和人之間的各種合作和平合作 首先是建立在互相信任的基礎上 其次才是法院和警察機構 這些對國家和個人都適用 信任的基礎就是忠誠給予和接納 國際國安局作為警察的措施 他可能次要作用 但明知做法就不會高估他的重要性 禁酒令在時代浮誇的腦海中 讓我們讓我稍微停頓 愛因斯坦是一個愛好和平的科學家 他本身是一個猶太裔的德國人 大家當然知道他在二次世界大戰時 因為要逃避德國的屠殺猶太人 去了美國道 而他可以說是提供了理論的基礎 來製造原子彈和核子彈 他的理論基礎就是能量可以由重量轉換 而我們知道一些重的原子核 是可以當分裂時釋放能量出來 這就是我們的核原子彈 然後如果可以利用原子彈 產生一個非常高壓和高溫 亦都可以引發氫氣之間的聚合 放出更加大的能量 在這裏他這篇文章有很多原文章 竟然可以在七十多年前說出事實 他講到如果我們繼續給軍事 作為主要的力量以恐嚇作為國家 與國家之間的相處之道 結果就會被軍工企業控制著國家 第二也會在世界各地建立不少的軍事基地 這個現在已經在美國裏面 我們看到美國政壇可以說 完全被軍工集團控制著 而國家與國家之間 因為這樣沒有合作精神 現在我們看到中國終於提出 人類命運共同體 或者我們有些實際的政策 一帶一路 正正體現到愛因斯坦當年所說的 我們國家與國家之間 應該與人與人之間一樣 建立的關係不是靠恐嚇 而是靠信任 是忠誠合作 現在這個形勢 在2023年我希望可以有所改變 希望愛因斯坦當年所說的話 亦可以實現 世界上將大撒傷力武器全部毀滅 而人與人之間互相信任、忠誠 用和平來發展 而好過這種走極端、恐怖的手段 跟大家分享了一個 原文是英文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看看原文 我會將接鏈放在描述